他说要我打一行 给钱 本身要500万还是是大张口 后来这一说那一说是300万 酒店员工意外怀孕 老板娘拿出300万 劝退遭拒绝 老板却称 这是我的孩子不能答 画面中的女子吴江丽 为了给丈夫顾伟擦屁股 可谓是掏空了家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吴江丽的丈夫顾伟 是这家大酒店的老板 而吴江丽也曾是这家酒店的员工 2014年吴江丽和顾伟结为夫妻 两人还生育了一个孩子 会计出身的吴江丽 一直不留余地与丈夫共同打理酒店 现在两人的关系不仅是夫妻 还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眼看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丈夫却告诉他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酒店的一个女员工 怀上了她的孩子顾伟的一集话 让吴江丽陷入谷底 怀上顾伟孩子的女员工小张月 年仅29岁 正是年轻貌美的花样年华 为什么会走破坏别人家庭的道路呢 吴江丽得知这件事后 并没有大闹 反而沉稳端庄的叫来顾伟和张月 三人坐在一起商量 这件事如何处置 女员工也毫不避讳地表示 自己就是想要经济赔偿 三个人谈来谈去 最终以300万的价格敲定 当天晚上便与女员工签订了协议 就当吴江丽以为 这件事情得到了解决时 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再次发生了 协议都已经签了 张月去把吴江丽给拉黑了 这一行为 让吴江丽感到 事情并没有自己想得这么简单 恶然的一天 吴江丽方抗顾伟的首席才发现 顾伟向酒店停车场的金鱼拳 交给了张月 而且顾伟还经常给张月转账 这种种现象 让吴江丽有了危机感 不仅如此 张月还会给顾伟发送运检报告 两人的感情好像还在持续升温 看到这些东西后 吴江丽彻底坐不住了 声称顾伟这样的行为 并不是第一次 因为生意场的原因 吴江丽对这种事情 都选择视而不现 毕竟铁打的饭店流水的员工 丈夫的胡作非为 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没想到 这次竟然闹出来个孩子 这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为了弄性张月到底想干嘛 吴江丽便来到了张月的驱住地 敲了半天门始终都没有动静 但阳台外面亮摄的衣物还在滴水 显然家中是有人在的 无奈之下 吴江丽只能先找顾伟商量 事情到底会如何发展 难道三百万 张月还不满足吗 酒店老板娘豪制三百万辞退女员工 却不料遭到了女员工的拒绝 由于女员工张月 怀上了丈夫顾伟的孩子 还拒绝了三百万打掉孩子的协议 在吴江丽找到丈夫顾伟后 她对这件事情一直闭而不谈 还表示自己不掺和 让他们两个女的自己去解决 面对记者的到来 甚至还指责起了吴江丽 你要是想过日子就不要这样搞 不管吴江丽怎样问 顾伟却始终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难道准备拖到孩子出生吗 现在吴江丽最后的靠权 只剩下公公婆婆 刚一见面 婆婆就变得非常生气 声称自己得失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一度把自己弃进了医院 老人一直住在长沙 顾伟他们则在恒仰打拼 得知这件事后 老人立刻就来到顾伟这里 想要为儿媳妇讨回公道 但没想到儿子竟然把自己赶了出来 最后老人还找到了女员工张岳家 没想到张岳的父母 还没顾伟的年龄大 对于自己女儿破坏别人家庭这件事 张岳的父母更是避而不谈 老人不想让儿子的家庭破碎 更是对现在的儿媳吴江丽疼爱有加 因为吴江丽端庄大碗 而且非常的孝顺 老人也不想让儿子再这样胡闹 原来顾伟之前就有两段失败的婚姻了 现在顾伟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当年顾伟在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好几年后 与吴江丽结婚生子 当时的吴江丽也是顾伟的员工 如果这次张岳父母的孩子再生下来 那么这五个孩子就会有同一个父亲 但又有四个不同的母亲 这样的结果 老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往后的日子里吴江丽来到张岳所在的社区 希望社区能出面调解 或者帮助两人约线一下 但不论社区工作人员如何努力 张岳那边始终都不愿意见面 对待这件事上 张岳的父亲表示自己管不了她 而张岳的母亲则是站在女儿这边 支持女儿的做法 最后工作人员联系上了张岳 张岳在电话中表示 这件事跟吴江丽没有关系 自己会和顾伟商量怎么做 而且她和顾伟也始终保持着联系 现在的情况是顾伟让吴江丽 搞张岳商量跟她无关 张岳却说要和顾伟商量 跟吴江丽无关 两人的做法无疑是在劈劈球 但事情很快却迎来了大反转 张岳再次说出的一番话 整个事件再次陷入了谜团当中 老板娘拿三百万 与丈夫出口的怀孕女员工和解 但事情远不止复众的孩子 当工作人员再次联系上的女员工张岳时 张岳说出了一件事 让吴江丽大吃一惊 在顾伟和吴江丽共同经营的酒店中 顾伟瞒着吴江丽向张岳借了七十万 就是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还是一个细胞的时候 我就跟南方提过 我私人在平台上面 包括我私人的信用卡 我的借款包括我母亲的钱 我私人借了公司几十万 不是用于说我和南方的私人开箱 这个都是有价可查的 都是用在公司的整个还账 张岳本身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所以只能在各个平台贷款 当得知自己意外怀孕后 张岳找到顾伟 说你把欠我的钱一次性给我 我去把孩子打掉 然后辞职 以后咱们就当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可张岳的这一要求被顾伟拒绝了 既然是这样 那为何无相力提出补偿三百万的时候 张岳签下协议后 却初晚还尔了呢 随后张岳在电话中表示 自己签下协议后的第二天 顾伟就给他打电话 让他留住孩子不要打掉 张岳看着手中的协议 咨询了相关人士后 发现这份协议上有很多漏洞 根本得不到法律的认可 害怕自己打掉孩子后 这三百万变成空投支票 面对顾伟生下孩子的要求 张岳也表示自己不可能生一个私生子 必须要有名分 这明显就是想要逼走无相力 而顾伟这边的态度更加冷漠 随后联系到了顾伟正在上大学的儿子 儿子表示 父亲一直都是这样不负责任 自己也不想掺和父亲的事 无奈之下 老人又给张岳说 顾伟根本没有表面那么有钱 不仅场地是租的 而且还有很多负债 他现在都不想负责任 以后即便是娶了你 依然不会对你负责 随后调解院做了最后的调解 顾伟和张岳的态度 依旧还是那样 最终 无相力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不能一直让他们两个耍得团团转 希望张岳和顾伟能够一途吃饭 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大的不幸